首先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保安局带领下全面落实执行国安法 也感谢所有的纪律部队在这段防疫抗疫期间走在最前线 我们见到无论个案追踪、去到尾封检测、去到营运、各个隔离设施 甚至去到围体处理我们都见到纪律部队是义无反顾、尽力去做 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表扬和加许 当然局长我很关心何时可以做到23条立法、立法打击假新闻、立法禁止侮辱公职人员、 以及立法禁止淡白二分 希望未来都可以继续去处理这方面的工作 我今天想问的第一就是关于贾难民的问题 刚才局长也提到 为什么会突然多了人申请、免迁返申请 就是因为有些外容、跳功跳得多、被入境处遣返 于是他就举手申请 这个问题可能会有连锁反应 原来一个可以这样做、两个可以这样做 不用打工也有钱收 这个问题可能会很严重 所以我想问局长会不会可以修改法例 是不容许外容申请、免迁返申请 因为他们来的地方 其实他们来是打工的 他们来的地方也都没有战争又或者号刑的问题 他也都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可以无端端举手申 说会受到号刑对待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那是不是可以立法去修订呢? 第二我想问一问受伤警员的问题 我们知道黑暴期间有很多警员受伤 那现在究竟有多少警员受伤? 他们的康复情况是怎样? 是不是全部都得到赔偿? 是有多少赔偿呢? 包不包括邮班遇襲的警员呢? 还有他们这么英勇守护香港因而受伤? 是不是全部都得到家许? 还有有特别的工作安排呢? 那我也想了解 主席如果今天答不了的话呢? 第二条问题希望可以算面答复 好 局长 谢谢 好 多谢主席 多谢郭議員 认同我们的工作 那首先呢 就是有关于是这些外容呢 是跳功 和就是去作出的免练犯精证 那首先其实我们都要看的数字 看到呢 在2021年呢 是有关于外容跳功的个案呢 大幅上升的 往年都是一千多宗呢 是去到2021年 突然间跳升了五千多宗 那其实我们呢 入境署呢 就成立了个专举呢 就算每一个这些涉嫌跳功的案件呢 都会作出一个详细的调查的 那其中里面呢 我们是在五千多宗里面呢 有二千八百三十三宗 去到这局的跳功的申请的 那另外呢 是至于是否可以立法呢 就不容许某种人呢 去申请这个免兴犯的申请 那这个呢 都是困难的 就是应该每一个人去都有权申请 批不批一件事呢 那当然就算每一个个案呢 我们入境署都很快地研究究竟 是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原因 去作出申请的 那或者就住受伤警员那里 我看一下蕭署长 或者可以补充的 好啊 署长 就住受伤警员呢 就在整个黑暴期间呢 我们一共有超过六百名的警务人员受伤 那如果现在呢 绝大部分的同事呢 都已经回复工作了 那是当中呢 这六百多个同事呢 亦都包括一些休班之后 遇集的一些警务人员的 那就着他们的赔偿那方面呢 是会因应工商那个 即是 因应那个 雇员補偿 条例的 规定呢 我们会看个别同事的 受伤的情况 而去跟努工署呢 去申请相关的补偿 那这些补偿 包括一些 可能休班的同事呢 不是 一 即不是说 条线解得很清晰 就说 休班的就一定不包 而是视乎呢 可能呢 如果是一些休班同事 他休班之后 是因为 基于呢 他可能 在工作上面 是会 被人 襲击啊 那方面呢 其实呢 我们呢 也都会 是因 按回那个 補偿条例呢 我们会跟他去申请 除了 我刚才说的那个 既定机制之外呢 其实我们在警队里面呢 我们也都是有 一些警察 警队的服务 福利基金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都会协助 所有相关受伤的同事 包括呢 可能呢 我们会 安排他去见一些 特别的专科的医生啊 安排他去一些 私家医院啊 甚至乎去做手术啊 物理治疗等等 而在心理方面的支援呢 我们也都呢 在警队里面呢 也都有一些 我们的 臨床心理学家呢 在心理方面呢 甚至乎他们的家人呢 这方面的支援呢 我们都会去做的 谢谢主席 主席 我想 郭議員 是满意你的答复 不过 具体的数目那里呢 如果你可以呢 就会后补充 一个资料给他 他在意外 那里面有 further 在心理学家呢 在心理学家呢 他才能够做的